7 8个工作人员搬着超长木桌 要从阳台吊挂到一楼 桌上绑了一条绳索 合力移出窗外 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 我感觉粗粗啊 鬼变地了 他这样鬼变地了 瞬间所有人都看傻 当下桌子推出去变斜的 没想到接下来就直接整片垂直 从阳台吊出去 现场一片吓坏尖叫 桌子纵杂掉到一楼 中间明显长长一条裂痕 地面上还有小碎块 那他们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在里面工作 突然听到碰一声 大老师家具的左板掉在地板 是在这里好这条 他没好这条 他掉出来了 他把它扭下来 搬家公司解释 那是家具行人员操作 地点在高雄古山美术馆某栋豪宅 要搬长板木桌子 却变成重摔到一楼 质疑是没有用十字绑 导致500公斤重的木桌 从四楼掉到一楼去 要是有行人刚好经过 恐怕被砸到 指控根本是便宜行事 你说要再摸一楼 要不要听话不要多 虽然有事先申请录权 但吊挂作业明显疏失 劳工局可能要开罚 最高三十万 500公斤重的木桌 从四楼摔到一楼去 桌子裂开地板也损坏 这笔赔偿费 搬家公司 家具行 吊车公司恐怕都有责任 他这样贵 你还没给你 啊 啊 记者刘世智 陈安山高雄采访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